大家好,我是Stan PickBang GD与彭坛所有的J-Hope的同框合照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为了庆祝艺术家Tom Saks与Nike的合作 昨天在首尔召开了dinner派对 当天现场除了Tom Saks本人之外 PickBang GD、彭坛、J-Hope 演员Chu Wuxi、BaksterSarion、Choseo等 许多名人也参加了该派对 而Tom Saks在J-Hope衣服签名的样子 GD叫Tom Saks跳舞的样子 Choseo、Tom Saks福地庭山比赛的样子 在影片中能感受到 当时派对的气氛有多好 而其中受到网友们最大关注的是 GD与Chu同框的这张团体合照 哦,有点神奇的组合 哇,看到同框有点神奇 哇,超级偶像之间的见面 如果能有两个人合照该有多好 只是想象都会微笑 说什么举及不举及 在网上乱写小说的黑粉们 现在应该会觉得很丢脸吧 然后今天PickHit对外宣布 Chu将在7月15号1点钟 发表solo专辑Jag in the Box 而在7月1号会发表先公开曲 所以很高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希望在音乐节目复活的这个东西 这个天文在韩国论坛引起了热烈讨论 有看过90年代后半期 2001年前半期韩国音乐节目的人应该会记得 有人看过吗 当时歌手如果在舞台上对嘴 或者是Libre Air的时候 屏幕的右上角就会有Lipsync的标志 来告诉观众们这个舞台没有开麦 在这里先给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Libre Air Libre Air就是 为了呈现开麦的效果 有些歌手会另外去录一个音乐节目专用的MR 他们会在原地一直跳 在喘气的状态下录音 然后出演音乐节目的时候就用这个来对嘴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唱得不好也可以 希望都能开麦清唱 这样舞台才会有趣 不过就算很多人说唱得不好也希望开麦 但是很多人唱得还不错 也会找各种理由去攻击啊 我希望能有这个标志 我家爱豆在庆典清唱真的很厉害 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 不标注也可以 但是请不要假装是开麦了 对嘴就对嘴 不用什么Libre Air 根本就像是在欺骗粉丝们 而部分粉丝们也硬说 因为歌唱实力太好 所以才会像对嘴 真的很傻眼 为了我的耳朵 实力不好的爱豆们还是希望能对嘴 开麦清唱有什么大不了的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呢 所以大家觉得音乐节目的这个标志 需不需要复活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收到老天帮助的哪样 这程度的话是老天在帮助哪样吧 的天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 爱心之话 怎么能刚好掉在这个地方呢 好 哎呀 啊